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可可欣在文章中写道 本人目前的工作和生活状态都很好 但我每次看到关于我没有营养的稿子都蛮F的 无非都是一些到街的照片和一些不知道在哪里蹦出来内容 对于这一些 我也不能拿他们怎么办 我这么潇洒的一个人愣是变成了少神 我可对不起这些 对于那些没人敢追的言论 我想问你是问过谁了 什么身高硬伤 难道你曾经为国效力了 我可以为事业平道命都不要 身高又算什么 前年写24单 去年写25单 今年写26岁 明年是不是可以写27单了 92年出生豆可可欣 现在已经是26岁的大美人 他在2008年北京奥运会上 获得了体操女团和高低的两枚金牌 成就了高低的项目的大满贵委员 不过在此之后他把受伤病的困扰 在2013年的全运会过后选择退役 为了能够不和社会脱节 可可先到北京师范大学体育教育系读书 今年他已经完成本朔联读涉毕业了 可以说 这位为祖国体操事业贡献 了青春和汉水的好姑娘 既是体操健将 同时也是也是一位财女 是今时代的金国英雄 众所周知从事体操专业的人身高普遍 较低 这就有了何可先这个奥运冠军 被阿苦身高1米5没人追 但是当何可先尝了矮的真相曝光后 才知道这样的他有多么令人心疼 有研究发现 女子专业体操运动员 较正常同龄人的骨骼发育炎至1.7年 体内脂肪和皮下脂肪明显减少 初潮年龄延迟2-3年 长期低热量渗入容易导致女运动员月经紊乱 地经 延缓发育等问题 这个真相也是绝大多数女子体操运动员的一生之痛 尽管这些女孩为了体操可能会是和正常人一样增长身高 拥有大腿肠的机会 但她们无怨无悔 因为在祖国荣誉和中国体操事业面前 很多姑娘如刘璇 和文贵的奥运冠军 都可以像何可信那样 我可以外事一夜拼到命都不要 对于这些功勋运动员 大家应该给予尊重 身高尽管一米五 但是对于那些说自己因为爱没人取的说法 何可信霸气反问 说 你又怎么知道我们对象呢 凭借何可信为国争光的资本 不知有多少白马王子想去照顾他呢 因此挖苦人家各自小美人取的说法太过于可笑 而他本人回击喷子 门的话也让人感到痛快